那时候,耶稣叫群众来,对他们说,你们都要听我,且要明白,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,能污秽人,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,才污秽人。 凡有耳听的,听吧,耶稣离开群众,回到家里,他的门徒便问他这比喻的意义,耶稣就给他们说,怎么,连你们也不明白吗? 你们不晓得,凡从外面进入人内的,不能使人污秽,因为进不到他的心,但到他的肚腹内,再排泄到厕所里去吗? 他这是说,一切食物都是洁净的。 耶稣又说,凡从人里面出来的,那才使人污秽,因为从里面,从人心里出来的是些恶面, 邪淫,监淫,盗窃,减杀,减杀,奸淫,贪恋,毒辣,诡诈,放荡,极度,毁谤,骄傲,愚望,这一切的恶事,都是从内里出来的,并且使人污秽。 感谢观看